随国内肺炎疫情趋缓 各项警戒规范松绑 江湘公所恢复举办运动 爱台湾全民有氧运动 每周二还有周五 等下午五点半 在吉安好客艺术村广场 免费开课 而吉安厢长欢迎乡亲一起来运动 增强肌耐力 燃烧卡洛黎 促进身心更健康 近百位民众跟着教练的指链 跳动燃指 也跟着音乐伸展全身的肌肉群 一连串深蹲弓箭步开合跳 让参与的民众直呼 好久没这么畅快运动了 就之前就有参加了 之前就有参加了 所以疫情中断感觉怎么样 很伤心 那今天呢 非常开心 终于可以再来运动 喜欢运动吗 喜欢啊 平常就有运动习惯吗 对啊 可是之前都很被动啊 大家一起运动我觉得比较好 有办 今天就同事 PO了一个讯息给我 对 然后我就赶紧分享给各个朋友 所以呼朋有伴一起过来 来运动 对 你觉得这个 这样的安排好不好 非常好 而且地点又很好 而且刚好这个时间 运动完回去 也可以兼顾到家庭 前安香港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和乡亲们一起来做运动 摆脱疫情 运动爱台湾 缤纷即安 期待已久的运动时刻又来到 今天我们把运动爱台湾的场子 移到了浩克艺术村 还没有来运动的好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来浩克艺术村 许许的凉风200岁的老树 陪着我们一起来运动 听到了节奏响起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记得我们25要到浩克艺术村 来运动哦 同样的时间 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运动一起来 健身一起来 缤纷即安一起来 游淑珍欢迎民众每个星期二 星期五的傍晚5点半到6点半 一起来到浩克艺术村广场 乐活运动 同时这个星期六 11月20号上午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也会有太极拳的运动 欢迎喜欢太极的民众 也要把握机会前来参加 让吉安运动年 健康活力又欢笑 介络会吉安相报道